我簡單的講,剛剛第一個問題是有關貓頭鷹 這個問題就是說,其實四壽山跟廣池的項目的關係 四壽山大家都知道是比較自然,那廣池是附近比較有防止這樣 那這個剛好是我們台灣北部,就是台北近郊有兩種貓頭鷹 一種叫防嘴角囂,防嘴角囂應該是比較四壽山,它是跟山區 那貓頭鷹的話,其實是跟有一點點都會區的那種環境 所以剛好是各區所需 那我個人的角度呢,就是整個南港山系 就是台北近郊從北投到士林到內湖到南港 一直到信義計畫區文山區的這個丘陵地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不輸給國家公園層級的一個郊野公園 因為前面我有講過 這樣子的環境是全世界的首都城市一開始沒有 可能全世界只有台北市 那因為我們的公園綠地系統是 我不好意思這樣講,我們是超國外的 那國外因為沒這個東西 所以國外的公園綠地系統就是國家公園 然後大的公園 像美國的中央公園 然後比較小的公園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是台北市因為我們有這個特色 所以我只是想利用這個機會跟各位夥伴來呼應我 就是說台北市有這麼樣一個繞著台北市幾乎快一圈的這個 低海拔丘陵地的交增 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再講一個 就是說可能我們在座各位有人喜歡養媽養狗 種花種草 可是你看那個我每次都講說 你看那個公園明明不適合養貓養狗 不適合種花種草 可是我們為什麼偏偏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到了週末的時候要往郊外去走 那因為其實我這個觀念其實是 有一次我們在哈佛大學喝下午茶 有一群做這個演化生物學的學者 我們就在聊天 不是我們人為什麼做這個事情 那後來有一個人就講說 其實啊 因為我們人類都是從自然界演化 我們是從那個伊索比亞跟肯亞交接處的地方演化出來 大概是在35萬年前 那人類是從自然界演化出來的 所以我們人類在潛意識裡面 有想要回到自然的那種衝動 所以隨時在尋找我們人的心靈跟自然的平衡 所以為什麼這個交野功能這麼重要 因為我有一個老外朋友跟我講說 像說你們台北市其實有一個很棒的資源 可是為什麼台灣人搞不清楚 台北人也搞不清楚 他們認為台北市是全世界最好的療癒的城市 如果說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四壽山這個地方還有這個交野公園 我覺得台北市真的是怎樣走到一個療癒城市 尋找心靈的平衡 我剛剛只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再講一點 既然講了 然後這就是交野公園 然後再來是黑罐馬路的事情我想講一下 以前二三十年前台北市沒有黑罐馬路來 我第一次看黑罐馬路是要跑到 我看的是多少年前 大概二十幾年前 快三十年前 我必須跑到水裡才會看到黑罐馬路 那我覺得黑罐馬路在最近的十幾年可能才進入台北洋 那可能是因為全球氣溫越來越溫暖 就是說熱帶會不斷的往北移動 所以台北市都會不覺得台北市越來越熱嗎 所以可能黑罐馬路也是跟著這個溫度一路往北走 那黑罐馬路最近 台大海那個森林系那個袁孝梅教授 他們有在做黑罐馬路的細放 全部 所有的黑罐馬路只要在台灣大學的蛋裡面呼掛出來的 每一隻都會有腳盤 所以各位只要看到黑罐馬路看有沒有腳盤 就知道說 他是大安森林公園出生 還是植物園出生 現在台北市幾乎每一隻 因為黑罐馬路不太怕人 所以他被抓到的機會也蠻高的 所以就每一隻都會有名字 然後變成我們的朋友 這是最近幾年所發生的事情 那還有什麼老頓 詠春比分訊我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來看詠春比這個事情 前一次不是颱風嗎 那颱風北部我看那個電視新聞是說 那兩天前天颱風來 好像下了400米米的在北部地區 那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有一年 那個小林村整個村被滅村 那下了多少呢 我記得好像納馬夏鄉那邊 就是阿里山上面那邊 下了將近3000mm的水 3000mm就是亞馬遜和下一年的水 台灣兩坪就下來了 那像非洲 像有長頸路有獅子有靈良那種生態環境 下一年的水是多少呢 是300mm到500mm 台北市各位只要注意看 只要是蠔雨啊 你隨便看大概一兩天的蠔雨 大概那個300到500 也是非常容易看到的事情 所以你看非洲下一年的水 台北市一兩天就下完了 所以其實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瞬間降水量非常的大 那這個瞬間降水量 那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講說台灣的森林其實是很古老 因為生物這樣很古老 其實台灣的這個森林它出生是為什麼呢 就是為了對付這種這麼大的瞬間降水量 這種闊葉林它是有層次的 所以闊葉林為什麼那個 各位只要看四壽山這邊的最高樹木那個橋木的葉子 它都不會很大 而且不會很薄 它都是中等大小 然後有一點點的厚度 下次各位你去爬四壽山 特別看那個最高的樹 那個樹葉上面好像塗 你要一直塗那個指甲油一樣 就是瞬間降水的時候 如果很薄 會被破壞掉 那個植物可能就沒辦法生存 所以因為稍微厚一點 所以那個水衝擊力很大 就不會直接衝刷到地面 那我們的永蘇比就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四壽山 它是我們台北市東邊的一個防護網 對付這個瞬間降水量的防護網 那簡單的講 就是說 台灣可能是 等一下可能我們有專家 就是水地的專家 那個台灣可能那種瞬間降水量 我們怎麼去處理 其實我一直覺得從生態的角度 怎麼樣讓從天空掉下來的水 停留在掉下來的地方越久越好 這個是治水 我們過往的治水不是這樣 我們過往的治水是說 天空掉下來的水最好趕快離開我家 然後最好到別人家去 我們都是這樣 所以以前那個汐止不是經常都淹水嗎 因為汐止是基隆河的下游 那基隆河的上游 那個大家的排水溝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一下子就流到汐止 不淹水才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最新的黃黃的概念 就是說 怎麼樣讓上游的森林很好 因為它有層次 我想大家都經過森林嘛 你走進去森林 你腳底下會發出那個枯枝落葉被你採的聲音 然後呢 所以我們的森林是有層次的 有第一層有第二層有高峰層有草本層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就是這樣子喔 草本層的下面還有枯枝落葉層 還有斧子子層 再往下挖一個淺根系層 淺根系層 中根系層 深根系層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像我們四周三的枯葉森林 還會有濁生植物 比如說有山豬花 那有一些蘭花 那這個是到底為了什麼呢 就是那個葉子流的水 它會流到樹枝 然後呢 有濁生的就會把水吸附在 所以我們近代治水的 其實最生態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讓天空掉下來的水 留在那個林子裡面越久越好 就是它的緩衝性就會很長 才不會說一掉下來馬上就流到米漿 所以我是覺得像這種高度擠壓的丘陵地 最好讓流水的空間越多越好 那另外一個概念就是 不要把都市裡面的設備放到高山去 不是高山 丘陵地去 讓丘陵地保護 大概是這樣 簡單的回應 還是我們請專家講幾句話 還是我們請專家講幾句話